如果中國的人民這麼聽共產黨之敵 那叫他不要躺平 立刻站起來 每個人都 叫他過消費 過他真的消費 叫他買樓 馬上過他買樓 這麼聽話 這樣的狀態都已經是一兩年的時間了 大家已經很惡頂了 你再持續下去的話 整個經濟究竟還怎麼回到頭呢 就是永不超新的那種狼狼狼 大陸那邊就是相當危險的情況 但是你說最糟的情況出來了 我相信都沒有 因為現在 你看到很多在排隊等圍約等死的那些東西 其實都還沒有倒閉 這樣如果香港的頂籠都是一號還是三號 如果你說大陸就可能剛剛挖八號 但是還沒有九、十、十那些 大家好 歡迎收看《路線連線》 今天這一段的節目 我們的嘉賓又是羅家中博士 博士你好 你好 博士在講這個節目的時候 香港就是剛剛打著八號風球了 預計天天還會掛十號籤 這個蘇勵聽說就很厲害的 不過博士我們是講堅持的 不是聽說的 真的很厲害 哈哈哈哈 真的很厲害 講到廣東跟2018年的山竹和1962年的溫袋都差不多差不多 不是差不多差不多 比山竹 比山竹 比溫袋 風力是比幾成的 那你預計現在起碼在香港不會出現過去的那些 1962年的溫袋的慘況 因為現在香港的發展都比以前好 不敢說 因為你突如其來整個這樣的風呢 就是最初都沒有猜他會這樣直對於這個 現在就是 因為它兩個風撞在一起效應 現在就吹得很正 那吹得很正 那風力也都是 就是 市上數一數二勁的 如果你就吹來 打正香港的 那上至山竹你也看到了 吵不吵 周圍的東西都吹了 路都沒得走 那你今次其實 事先那個功夫 不是做 不見他做過什麼準備 那現在當然大家有那個戒心呢 躲起來 那可能會好一點的 那但是 有些東西也都很難防 譬如你北京早前這樣 一野打泥就水浸了 那你水浸這些很難搞的 就是雖然香港又不是內陸 那你水浸 浸到好像北京那麼多人害怕 那個機會是不是那麼大 但是就是試過有些 譬如說你地牢啊 停車場啊 行花村不是試過的 你真的這樣浸發呢 其實就 首先損失會很慘重的 第二也都可能有人命的因素了 上次水浸隧道南外那次呢 其實都整個隧道浸了 你沒有辦法走的 那變成這些風險其實就 你知道也好 但是也很難事先有些什麼去防避 除非你 譬如海底隧道那些全部都封掉了 但是現在他也還未說會做這些事情 那你 第二樣東西就是嵌樹 嵌樹也很厲害 因為香港也有相當多樹 那你其實 這樣吹發你沒得搞的了 因為平時我們看到有些樹 不搞的它都會倒了 都已經間中有了 那你現在這樣吹發呢 就真的是 看看你會不會打中一些東西 這個很難說 真的 那第三就是那些樓 最近你香港看到很多樓 其實就 本來還未夠鐘的 但是都不斷跌石屎下來 那你現在加上這個風呢 應該都有很多東西跌到街上 那如果這樣搞的話呢 其實整個香港 它這樣遭一個颶風級的程度的風去游淪呢 其實那個影響都不是說很小 就是當然就 你說如果直接對經濟帶來的損失 可能暫時還未評估到很大 但是你會惱搞一段時間 譬如上一次山竹這樣說 你的路都封了 車走不了 人回不了 工 回不了 鶴 那你其實這個當中那個過程那個損失 那個後著的損失 其實都不是細數 我會說 講回這個風 我們 報仇剛剛給他講的路線圖都挺奇怪的 原本他是打過去台灣的嘛 那他又不打去台灣 說現在打來香港了 就好像上次的杜蘇瑞都是一樣的 一樣原本是橫跨台灣的人 沒想到他竟然四十次出現了九十度的借角 就如果過了台灣又去福建 一路不上 去了浙江江西 江蘇江菲 去到北京 連北京都出現了 六八年都沒出現過的水災 令到百姓 當然是損失慘重了 好像這個風有眼睛一樣 那又不用拉一些就算了 因為全球就是那個大家不檢點 那些氣候一直暖化 你香港今年那個熱的程度 大家都有沒有看到 就是這麼多個月都持續了三十多四十度 就是越來越熱的 就是以前覺得三下鬆一點 經常都三下鬆一點 已經很難受的 現在的動節是三下鬆 甚至三十度近四十度那邊 那你這麼長時間熱 大家知道風怎麼來 風風雨雨就是你一邊熱 蒸了水蒸氣上去 形成暈 那其實風風也是這類的東西 就是其實你如果不熱就不會打風的 你冬天沒有風打的 一定是熱的 如果香港變成這樣 基本上春天秋天都沒有了 現在只剩下夏天 和一個不是太像冬天的冬天 那你如果遲天連冬天都沒有賣的話 你長年不停熱的話 那你打風的那個日子 就是可以發生打風的日子應該會越來越多 那還有就是 如果你的氣溫越來越熱的時候 那些極端的現象就會越來越多 那些風可能會越來越厲害的 那所以這個就是 如果你純粹從一個數學的概率說 你有這樣的客觀的氣候的變化 那自然那個天氣都會越來越多 這些這樣的不慘常的現象 越來越頻密 就算大陸都是的 你到處都是的 就是這些是自己做出來的惡果 如果你還不馬上去所謂減碳 將環境逆轉的話 不過我們講的經濟 不好意思 如果我給你 比如 香港的經濟 和大陸的經濟狀況 如果你有一個風的信用來講 你覺得 打多少號風呢? 那如果香港的頂籠都是一號還是三號 如果你說大陸就可能剛剛挖八號 但是就還沒有那九號還是十號 就是現在不是說那些東西很入獄的那一套 我不會這麼說 就是畢竟你香港 比如說你失業率計 都還是二點多 很多年沒見過低位 那你大陸那邊就是相當危險的情況 但是你說最糟的那個情況出來了 我相信都沒有 因為現在就是 就是你看到很多排隊 等維約等死的那些東西 其實都還沒倒閉 就是還在那裡 有很多就是 應該要爆發的一些 就是其實你想到的 這樣搞法 有些市場應該是要倒閉了它 有很多企業或者是 應該要倒閉了它 甚至銀行都可能有些根本是爆煲的 就是常識告訴我們 如果有這樣的狀態 但是假使你不是那麼重的手影干預 你根本有很多東西是爆了的 那它硬硬拖延時間就拖著 但是你時間是不是換到空間呢 這個我不敢說了 就是都要看一下你本身那個問題 是不是純粹是信心問題那麼簡單 它現在是有一點點 將它這樣定義為信心問題 你看到現在評論界分析界都是這樣的 信心的問題 信心很差 就是其實這些不知道是不是共產黨發下來的 叫他們這樣去唱 但是事實上其實不僅不僅硬爛 因為你現在真的看到很多的一些失業的問題 倒閉 生意倒閉的問題 那你這些沒有了份工 你沒有收入 你沒有一份生意 沒有利用 你這個不是信心那麼簡單 就是這個現在它 即是初初就是說 那個樓市的問題 債務問題 但是爆爆一下你看到 是很明顯影響著那些人的販款 販款收入是成問題的時候 這個問題不是小問題的 這個問題很大的 那你現在偏偏還要有失業的數字 是蓋著告訴別人 就是真的數字我們永遠都不知道為何謂 但是估計都不會低到那邊 那你這樣一直 即是 現在已經是 我想這樣的狀態都已經是一兩年的時間 大家已經很惡頂了 那你再持續下去的話 就是整個經濟究竟還怎樣回到頭呢 就是永不超新的那時候 我相信去到 但是如果你去到那個地步 又要加一段時間 不是那麼快 所以你問我現在多少個好風球 現在是頂龍剛剛可以打敗 那市場都有些擔心中國的經濟風暴 會拖累其它國家 有些國家應用它那時候真的是一個電視炸彈 那時候 它如果不搞搞震 動手一腳搞隔離 就純粹的市場或者經濟傳導出去影響很小 因為事實上你看到 就是所謂東升西降什麼是它自己講的 實際上就反過來 就是你看到大陸經濟增長一路由最高位 一路一路上來 但是其實外圍是沒有什麼影響的 你過去一段相當長的時間 大陸那個GP增長在07年11年是最高峰的 十幾個百分之下 那你跌到現在差不多沒有什麼 那你一路直線下的過程 就是其他數據都是這樣直線下的 無論是零售銷售增長 BMI 工業生產增長 突然投資等等一大堆東西 你全部都是這樣直線向下的時候 其實我以為沒有這樣跟著的 所以你如果看經濟來講 就看不到什麼影響 看市當然沒有 比如你看A股來講 港股來講 近些很長年都是沒有表現的 甚至是剛好日下 但是外圍的私房不是這樣 一直保持著有一個挺好的表現 so far 就算是美股來講 都是站在高位上 就是我沒有看到任何跡象 你說純粹是經濟啊 金融方面的影響 就是會蔓延到其他領域 令到其他地方爆煲 以前你說Trimerica 那個年代講 可能那個影響就會稍微大一點 就是你看到08那劑 就是外面壞 它都壞 但是誰導致誰都很難說 那次是美國的源頭 但是你反過來講 你說大陸出問題有沒有影響到外圍 真是看不到這樣的跡象 so far 除非你說去到整個國家 真是很嚴重 真是出現這些崩潰 什麼內戰的狀態 那會不會有這樣的影響 我想有些都不理 但是其實也都不至於說很厲害 當年你說蘇聯解體的時候 其實蘇聯搞不搞 但是有沒有對外圍的經濟 構成一些很大的打擊都不見了 就是美國是有衰退的 那時候90年代那個是Saving Sanon's Crisis 就是那個不直接跟這個有關 歐洲都有衰退的 那個衰退有幾大程度 跟蘇聯倒台的關係 這個都不太清楚 但是 就是我相信你說 如果令到全世界受影響 起碼蘇聯倒台一次 沒有影響到亞洲 就是從這個經驗看到 即使這麼大的國家倒台 其實都真的倒了倒了 但是它都沒有什麼大的影響 就是其實我想 當然你可以說現在今時今日的 中國不可同義而語的 有不同方法的問題 就是它有很多東西都是比較內部的 還有就是 現在債務很多是根本是內債多的 外債那些很少的 外債那些那些都不打算還的 看它的樣子 從外資來講都撇了仗的 都預算它不還的 就是沒有信用的國家 當然就是這樣 它都沒有了 就是當下跌了 但是如果你不算那一陣子 就是純粹整個大陸 現在和外面的關係 本來是很強的 但是一路一路 就是過去幾年 由特朗普打迷戰到現在 就是特朗普上台打迷戰 2018年 8、9、0、1、2、3、6年 就是六年的時間 其實很多東西都切割了不少 就是現在下今時今日 那個關係已經很大程度弱化了很多 甚至和它周邊的那些國家 譬如說你 好像澳洲那樣 之前一直都出了很多東西在大陸 但是有一段時間搞那些禁運 龍蝦又不要你 紅蝦又不要你 紅蝦又不要你 這個又不要那又不要 那你譬如回都不要 那你澳洲就是 sauce過其他的那些 那些收貨的買家 那你變了有很多東西 已經是轉移了陣地 現在日本一樣的 你現在日本又說 那樣要那樣要 那現在它一樣會和你脫鉤的 就是其實 其實有一件事 很幸運就是大陸在過了幾年 很精彩地把自己和外面切割 別人還沒切割 他自己先切割了自己 那你切得這麼乾淨的時候 就是現在你真的出事的時候 其實外面來說 就應該沒有什麼影響 那這裡可以連帶回一點點 你知道現在大陸那邊 跳動挑戰可以說 就是一些反日的情緒 那反日的情緒又說 抵制入伏 抵制入伏 那現在反而民眾這樣做 那中央官方這樣做 那現在報仙都知道 我又不認為是很多很多人這樣做 就是說真的 如果中國的人民這麼聽共產黨之敵 那他們叫他們不要躺平 他們立刻站起來 每個人都叫他們過消費 叫他們過消費 叫他們買樓馬上去買樓 這麼聽話的話 就是實際上我們看不到這件事情 如果這幫人本身 現在都不是這樣響應黨的號召的話 你現在號召他們去抵制這樣抵制那樣 就是鏡頭之下 當然是看到一些假象 正如北韓那樣 永遠鏡頭拍出來都是最漂亮的一面 但是實際上 那些人是在做什麼 在想什麼呢 就是現在這個年代 你是封鎖了很多東西 但是其實還有很多東西 他們都是看到的 那你眼光光看到很多東西 說真的 你有沒有輻射 那些東西是否值得 那其實大家心中有數 大陸很多人都讀不少書 讀博士也不少 就是究竟這些東西是有問題還是沒有問題 那個科學理據在這裏 不在這裏 大家心中有數 就是不是你政權出來跳 講講他們要跟著跳 就是很多東西 我想大家公道自由人心 就是消息封鎖 你只能騙一些漁民 但是其實就是 就是人一代一代一代會進步的 當然上一代老一代那些還是這樣的 但是新一代那些起碼都未必會 真的因為聽完他講之後 有很多的動作 就是你要記住 有很多表面看到的東西 現在傳媒報了出來的 比如都是大陸拍了出來給你看的東西 一定是那些東西來的 但是那些東西背後 是不是真的全部呢 是不是事實的全部呢 很明顯不是的 就是不要說 就是有很多東西 根本擺明是宣傳這種後世式的表達 所以如果你說真的 講到一種杯葛 我會覺得是一小撮人的表現